在6月11日上海电影节开幕红台上 为了四部星系绝地逃亡 铁道飞虎 功夫瑜伽和普通人 成龙反场了多次 而6月12日 成龙索性把这四部系主演全部召集 开了一场发布会 一口气连续介绍了这四部星座 而这也招致在发布会结束之时 当天的主持人黄子娇也笑着调侃道 成龙大哥下次不要这么省钱 给我一场主持费干了四场的活 据悉在这次成龙的四部星座中 有两部是要在今年上映的 分别是7月22日上映的绝地逃亡 以及定道贺岁12月16日上映的铁道飞虎 再加上2017年上映的功夫瑜伽 这四部中有三部都是动作喜剧 在绝地逃亡中 成龙饰演的警察携手范冰冰 足迹遍及香港 澳门 广西 内蒙古 俄罗斯 一路与俄国黑帮斗智斗勇 而成龙说 这部戏就是希望能让外国人 更多的看到中国的文化 展示中国的美景 它不是闹剧 它是环境式的喜剧 而且很自然 是环境让我们发生的喜剧 到了铁道飞虎 成龙在戏中则拉着王凯 王子涛 王大陆等回到了抗日时期 以铁道飞虎队为背景 展示了一场抗日传奇故事 而导演丁盛也表示 在这部戏中 成龙以夸后的形象示人 而王子涛 王凯 王大陆等飞虎队员或单纯或冲动 他们最终以一个团队的身份 干了一票大的 至于功夫瑜伽 身为导演的唐经理总结 这是一部让人看得爽的电影 而极其是这三部戏 成龙的拍摄轨迹 就已经涉猎七八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而且从抗日到现代戏 时空还有穿梭 但归根到底 这三部戏都是以成龙标志性的动作喜剧构建剧情 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当天 成龙的四部星座中 最神秘的戏莫过于普通人 不仅没有片花提供给道场媒体观看 哪怕是主演刘涛 要分享自己在戏中的造型也被成龙喊住 这个我们也要保密 不过可以得知的消息是 在这部戏中 成龙抛弃了一贯的喜剧风格 演绎了一个普通的夫妻角色 这个戏是相对沉重一些的 成龙说道 我在这个戏里可以给大家展示 把一个普通人逼急了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这条VCR当中 皮尔斯布鲁斯南大赞了成龙的戏中表现 这是可以冲击奥斯卡的表演 皮尔斯布鲁斯南的这句话 更是吊足了现场媒体和粉丝的胃口 只是成龙却滴水不漏 并不多说半句